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 曾经是北京最大的一座火车站 正阳门东车站 这座古老的火车站是如何诞生的呢 正阳门东车站全名为 金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金凤铁路是中国清朝末年修建的一条铁路 连接着北京与凤天 也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到辽宁省沈阳市 正阳门东车站正是金凤铁路 在北京的起点车站 即使在今天 这座车站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的环境相比 也显得十分特殊 高大的鼎拱镶嵌着大块的云龙砖刻雕饰 穷顶外钟楼耸立 四面大钟遥遥渴望 充满着异国情调 一百多年前的1906年 当这样一座欧式风格为主的建筑 出现在北京最热闹的正阳门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前门附近时 惹来了百姓们的一片惊呼 在古色古香的正阳门 和稍远处京地辉煌的天安门衬托下 这座车站越发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这样一座风格特别的建筑 为什么会出现在北京紫禁城外不远的地方呢 这还要从北京铁路的修建说起 京凤铁路的前身叫做关内外铁路 在1901年以前 这条铁路从凤天附近的新民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开始 一直到达北京又安门外的马家铺 到了1901年 这条铁路位于北京的部分又被延伸 从马家铺一直修到了正阳门 也就是今天的前门附近 正阳门地区是当时北京最热闹的地带之一 铁路的建成和通车 正是为这里带来了大量的客流和方便的运输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我身后这张图板是 尖缝铁路专门东车站的货厂 这个货厂的建立 对推动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个之前 北京地区的货运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落后的原始状态 这个货厂建后 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运输 有了很大的提升 使北京地区的货物流量明显提高 除了运输货物 当时的铁路也承担着运输旅客的任务 早在正阳门东车站的主体建筑落成之前 这里就已经通车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纳同日记》中 记载了当时清政府户部右侍郎纳同 在1902年10月2日的一段旅程 这段话的大意是 纳同于五十许起床 七十至前门车站乘车 十十至天津 由此可见 当时的前门车站 也就是正阳门东车站已经开通 从乘车时间三个多小时推断 纳同乘坐的是北京直达天津的快车 由于车站大楼还没有落成 车站的办公室就设置在几间简易房中 条件十分简陋 过往的旅客和装卸货物的工人 使这里成为了一个异常嘈杂的地方 铁柜上时常有人穿行 十分危险 也妨碍了列车的正常运行 1904年5月 管理人员开始在车站周围修建栅栏 防止无票旅客及闲杂人员进站 正阳门东车站附近的秩序 才算有了改善 之后在栅栏内又兴建了客票房 前来买票的旅客在窗口交钱后 车站的工作人员会用一台客票印刷机 为旅客打出车票 车票上著名的旅客乘坐的车次 开车时间等内容 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火车车票非常相似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阳门东车站越来越热闹 在这里修建一座正式的后车大楼 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1906年 一座功能齐全的车站大楼正式竣工 由于主持修建铁路和车站的是英国建筑师 正阳门东车站自然也就被设计成了 欧式建筑的风格 这座车站曾经是中国最大的一座火车站 由于国内数条铁路干线再次交汇 也使它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作为当时颇具规模的火车站 正阳门东车站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在来来往往的旅客中 不乏有伟人的身影出现 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位 1912年8月24日 孙中山乘坐火车 由天津抵达北京正阳门东车站 并在这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十分关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他曾经说 交通为发达之媒介 故当赶注全国铁路 在他发表的实业计划中 铁路计划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是孙中山组织绘制的中国铁路拳图 图纸从每条铁路的走向 到与全国铁路网连接 都有详细的计划 每条铁路自成一体 又与整个大局铁路网相通 并与国外的铁路和海港相连 孙中山细网在最短的时间内 扭转中国铁路建设落后的状况 并为此不辞辛劳 四处奔波 除了伟人的行踪 正阳门东车站 更多地见证了铁路事业 给北京带来的巨大变化 二十世纪初 到达北京的旅客 一下火车走出正阳门东车站 就能穿过繁华的大街 来到京城的中心地带 随着正阳门一带客流量的增加 出现了交通拥堵的状况 1915年 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前 聘请建筑师 对正阳门东车站的周围环境 进行了改建 改建的项目很多 包括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 使东西交通更加方便 同时又在正阳门附近 开凿了其他城门 使南北交通更为顺畅 另外还在车站附近新建马路 缓解了火车站外的交通拥挤 当时流传在北京地区的 一首诗歌中写道 人马纷纷不可论 插车美意见前门 而今出入东西畔 鱼贯行来妙莫言 一首诗把前门 也就是正阳门地带繁华的场景 生动地描绘出来 1959年9月 位于北京东边门附近的 新北京站落成并开通运营 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北京站 也就是正阳门东车站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停止了营业 并被作为文物保护了起来 自落成之日起 正阳门东车站 就以其独特的造型 和迥然的风格 成为北京城内的标志性建筑 随着时代的变迁 车站周围的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车站本身 却基本上维持了原貌 为什么说是 基本上维持了原貌呢 与刚建成的时候相比 这座车站的外观 究竟发生了怎样有趣的变化呢 咱们先来看看两张老照片 这是一张新中国城里之前拍摄的照片 这张是在前些年拍摄的照片 在这两张照片里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正阳门东车站的中楼 从照片的右面 跑到了照片的左面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在洗照片的时候 底片放反了吗 当然不是 其实并不是中楼的位置跑了 而是整个正阳门东车站的主体建筑 以中楼为中心 来了个镜像平移 所谓镜像平移 就是把车站大楼 以中楼为中心 左右对称地调个位置 就好像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影像一样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20世纪70年代 北京市为了环形地铁线路修建的需要 工程上采取了明挖填埋法施工 也就是从地面挖到地下 地铁修好之后 再把地面恢复原状 这就带来了一个麻烦 地铁沿线地面上 所有的建筑都要拆除 否则无法施工 古老的正阳门东车站 恰恰就位于规划中的地铁线上 必须拆除 为了给地铁的修建让路 同时还要保护这座 具有历史意义的火车站 专家学者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以车站的钟楼为中心 给正阳门东车站做了个大手术 画面中 钟楼左侧的部分建筑被拆除 并在钟楼右侧 按照老火车站的原貌重新修建 新建成的车站 建筑外观与原来的车站 几乎一模一样 真实地保存了正阳门东车站的 历史原貌和建筑风格 2010年 这座历经风雨沧桑的车站 成为了中国铁道博物馆 正阳门馆 迎接着八方来客 如今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 正阳门馆的顶拱上 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 金凤铁路 正阳门东车站 这几个清晰的大字 一座历经三年建设 耗资540万银元的大桥 为什么在开通89天后 就被炸毁 一位顶级桥梁建设专家 又会为什么亲手毁掉 自己辛苦建造的大桥 国宝档案 带您回顾中国桥梁之父 毛以生先生的一段难忘经历